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再找到Kiss Hansen 15比7 鋼鐵人開局的確打得很好 陳宥偉來一個超姐 鋼鐵人是聯盟當中超姐排名第一段 再交給後面拖車的翻身 迫降在勇士禁區 前一場的外線 蠻穩定的發揮 但這場就投不進 陳宥偉在從 TOP SHOT 勇士隊只放上了小夫 曾祥君上場 陳宥偉 好球 這個轉身的槽頭也有 他發現曾祥君補位了 旁邊的Barry教練還有一個戰術 翻身拉開 希望說宥偉去直接去過賽斯二夫 小夫 過了第一線 好球 又是完全的wide open 藍少福再進一季 你看這位 鋼鐵人在星期五半場得到59分 好球 陳宥偉這個球直接拖給籃框了 拖得很意外 結果進了 再角落遭到包夾 再回給Browns 塞進去陳宥偉竟然開一個空門 這節勇士隊已經發生了三個失誤 鋼鐵人還沒有任何失誤 陳宥偉 面對林書偉 轉身的跳投吃掉了蘇偉 蘭德宥偉這麼有信心的到low pose去打點了 哇 走哥 塞車夫 的底腳結尾如短了 對 倒是這個球的節奏可以稍微不那麼快 陳宥偉 但是都在注意外圍的射手 結果他上籃得分 還有鄭德偉 好球回到陳宥偉的手上 這場比賽 分數就要在這邊停止了 94比82 在呂正如連續兩天優異的表現 而且今天更重要的就是 陳宥偉跟Browns所帶領的團隊戰 拿下了連勝